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种发自内心的礼拜 恭敬和鞠躬 我刚开始在学习地底规的时候 我看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这都是古人的礼节了 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社会了 为什么还要虚拟于古人的礼节呢 当时我也是在看 蔡老师的幸福人生讲座 看到蔡老师在这个盘里说 他说中国古人的礼节 你必须去逼行 你才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 我想既然老师这样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学了之后 也就去逼行 那有一次呢 我也是应邀到人大会堂 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在这个发布会上 也有一个短短的演说 那我走上台去 就先冲着台上的领导者 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呢 又冲着台下的观众席 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结果出货意料的是啊 我还没有开始讲话 在台上台下 就响起了一片掌声 所以从那以后 我每次上课之前 特别喜欢给别人鞠躬 当然并不是为了 博得别人的掌声 而是在这个地形 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 这个礼是人与人之间 最优美的距离 那我们这个躬躬下去 从内心表达出 对听众的尊敬和关心 那这个心与心的距离 就拉近了 那大家再听起 我们汇报 就比较容易听进去了 那么后来 随着学习的深入啊 我发现 中国这个礼节 其实都不是随意设计的 为什么呢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有一种生来的傲慢之心 那这种傲慢之心 怎么表示出来呢 我们看啊 即使一个贫贱的如乞丐的人 这个贫呢 是没有财富 贱呢 是没有地位 即使贫贱到乞丐这样的人 他还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慢之心 那这种傲慢心 怎么表现出来呢 比如说他呀 站在大街上 看着很多富贵的车子走过 他会不懈地说 哼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有几个凑钱吗 我们想一想 即使是贫贱的如乞丐的人 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慢之心 那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自己呢 我们这一路走来 伴随着鲜花和掌声 受到的别人呢 都是赞叹和恭敬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傲慢之心 可能在不断地滋长 我们还不知不觉 所以啊 这个礼正是通过给别人鞠躬 来折服一个人的傲慢之心 那在我们古代 还有一个礼节 就是一个人呢 他在科技之后 考证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回乡 再见他的老师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礼节呢 其实就是要提起你的感恩之心 提起你今天这样的成就 并不是你一个人聪明智慧的结果 不知道里边渗透了多少人的处出 不知道多少人成为我们成就的出路人 所以啊 这个礼确实不是随意设计的 而是通过这个礼节 处处呢 给你一种警示 给你一种教育 那么在地址规上还有一句话 叫过游待百度于 告诉我们啊 送一个客人走之后 他已经走到了百度之外 我们还要在那儿看着他 百度之外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 那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 可能看了这句话也不理解了 觉得我们节奏生活的节奏这么快 为什么还要看他走到百度之外才回头呢 那我们听了李月老师的课啊 我们知道 李白写那首诗的时候啊 他说啊 乎翻圆影 避空尽 围见长江 天际流 我们看李白他送朋友走 已经等到他的帆船 使出了自己的视践 再也看不到边了 他还在那儿恋恋不舍地望着望着 直到海天一色 他还啊 还不愿意要回走 那么这个过游带百度鱼呢 实际上是中国古人 人与人之间深情厚义的那种自然流露 我们想啊 古代的人交通很不便利 一个人要去见自己的朋友 可能是换了帆船 又换了马车 经过几千的路程 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朋友 见到朋友之后啊 两个人相识胜传 但是又不得地遵守 那么临走的时候啊 那种依依不舍之情 可以说是异于掩柳 那么说到这里啊 我总想起我母亲啊 说的一句话 那么这次呢 就我的哥哥也来参加这个讲座 我去劝我妈 我说你跟我一起去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你的儿子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不能去 他说我每一次啊 最受不了的就是看到你哥啊 他这个送我走的时候 那个一个人啊 在那儿看着那个火车啊 就走出了很远 他都不愿意挂回手 他说我一想起这个镜头 我就很难受 所以我们说这个过游戴百度尼呢 确实是人与人之间 那个身形后翼的自然流露 那我们现在的人 可能啊 生活节奏比较快 科技也很发达 那么发一个短信 做一个飞机 马上就能见到自己的朋友 但是啊 我们再也知会不到 古人那种身形后翼的 那么从这里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没看到 古代的京剧 感觉到我们不能理解 其中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重要的态度 不是反省这个经典 而是反省我们自己的人生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自己不能够理解 这句经典的时候 实际上是我们的生活 已经不正常了 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 应该有的人的生活了 是一种定态的生活了 所以昨天胡总讲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他说啊 这个地主规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 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觉得 他从我们生活很远了呢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啊 已经不很正常了 所以这就叫鸡飞城市 就是把那些错误的积累多了 大家就习以为常 那么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和鞠躬 反而觉得不正常了 那么这是我在学习 地主规的一些小小的体会 先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我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 叫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社会和谐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呢 在十七大召开之前 我们中央党校啊 也有幸承担了中央美国的一个重大调研课题 叫和谐社会的理论问题研究 那么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有幸随着一队副校长到我们全国的七个省市进行了调研和考察 考察了这些地方构建和谐社区和谐城镇和谐企业的情况 那么在调研一圈回来之后 作为一个学习传统化的人呢 我惊讶的发现 其实这些构建了好的和谐社区 和谐企业 和谐城镇 无一例外的都是用传统文化的理念 在教导人们 在领导这些百姓 我们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惊讶的发现 所以我们在递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啊 就写上了这样一条 说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 社会属性的本质属性这一论断 实际上呢 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环境 那么前边这些论断呢 都是已经有的了 那么最后这一句话 是我们在报告中特意加上的 那么在十七大的报告中 我们也看到 武超总之家在讲到文化建设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 他说 要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 要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等 当然我说这句话呢 并不是说啊 这个李涛总自己提出这样的论断 都是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 其实啊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向都很重视中华文化的弘扬 比如说在2005年的时候 这个统战部部长刘延东 他在影视讲话中 他就提出 他说21世纪是世界大变革 大转折 大发展的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奇点 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 作为中华儿女 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共同的身份 是抹不去的生命痕迹 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 传播者 有义务 有责任 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 使逐照中华数千年的人文之光 心火相传 日益生辉 成为中华民族 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一向重视弘扬中华文化 特别重视中华文化在附近社会和谐 维护世界和平中的巨大作用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 为什么中国国家领导人 能够把反统文化多次地加以强调 加以重视 它其中有什么内容 可以为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 能够有所启放 所以我们分享了三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中华文化中的治国理念 第二个就是中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第三我们特别重点讲一下 就是中华文化 对于我们当前道德教育的启示 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问题 中华文化中的治国理念 那我们现在都想构建和谐社会 那么和谐社会究竟如何怎么样才能达到呢 昨天我们听周老师讲课 说中国古代都是大报治解 让中国人认为治国很简单 怎么简单呢 在论语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段话 这个孔子呢到瑞国去考察 这个燃友啊给他驾车子 这个孔子就说 这个地方啊人口已经很稠密了 那燃友就问 既然人口已经很稠密了 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孔老夫子就说 要复之 要使人们复育起来 那这个孔老夫子 这个燃友又问 既然人们已经很复育了 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孔老夫子又回答了两个字 就是要调之 所以啊 在孔老夫子看来 只要复之 调之 就可以把这个社会 引上到和谐的局面 所以在我们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 其实我们提出的很多的理念 都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 在六中全会上我们提出 社会要和谐 首先要发展 不断为社会和谐 创造雄厚的复制基础 那么这个和儒家的理念啊 是相符合的 但是儒家呢 也同样看到 在经济发展以后 如果缺少了对社会人 民大众的 伦理道德的教育 这个社会啊 就非常可怕了 比如说在论语上啊 孔老夫子他并不反对 人们对物质地义的正当追求 他说啊 富与贵是人之所质也 会以其道德之不除也 就是说这个富与贵的地位 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 但是啊 是通过不正当的 不道义的方式来获得它 那么即使能够处于富贵的地位 我也不处于富贵的地位 他还说呢 不义而不切贵 与我如福云 通过不到义的方式 获得富贵的地位 这对我来说 就像尖编的福云一样 意思是说啊 这和我毫不相关 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去做的 所以孔老夫子他不反对 人们对物质地义的正当追求 他反对的是那种 以不正当的方式 获得富贵的这种作福 那么在人们富贵之后 如果没有缺少论理道德教育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昨天啊 这个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 《中国人妖汉的一日》 这一个文章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缺少了论理道德教育 就会出现孟子上所说的 饱食暖衣 易居而无教 得尽以禽兽 也就是说人们穿饱了 吃饱了饭 穿暖了衣服 过着安徐乐业的生活 但是却没有良好的道德教育 这个时候啊 人们就和禽兽变得不远了 那么既然我们要消知 我们就必须首先提出 一种全社会 可以普遍遵守的道德观 和价值观 所以在共建和谐社会的 命题提出之后 我们总书记呢 提出了八人八指的容语观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 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价值观和道德观 是怎么提出来的 它呢绝对不是啊 这个领导者 他拍脑地拍出来的 而是体贱在什么呢 他是在对自然和社会人文秩序 进行了深刻的观察 理解之上才提出来的 所以古人在《易经》上啊 有两句话 他说 关乎天文以察实验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以啊 这个儒家提出的这些 教系中信 礼义廉礼的观念 他绝对不是圣人啊 他随心所欲 主观异乱提出来的 他是在观察了自然界 社会人文关系的 秩序的基础上 才提出来的 所以我们讲到了 道德 这个字呢 在中国古代啊 它是有两个字来构成的 首先呢 就是道 然后才是德 那什么是道呢 道它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秩序或者规律 而这个德呢 在说文解词上 把它和得到的德 是相通的 也就是说 他得到了 对宇宙自然秩序的 理解和动态 然后按照这个 道的规律去做 这才是有德的人 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 圣人提出的 教系中信的一连语 他不是随意的 而是奠定在对宇宙自然界 秩序 规律 这样的理解和动态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自然界 人类社会 究竟有哪些秩序和规律 让我们来 遵守 来学习呢 在剧经上有一句话 说 一阴一阳 知文道 谈到这个阴阳 很多人觉得 这是很玄虚的东西 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从自然界的 见像中 观察到这个道理 比如说 有日就有夜 有寒就有暑 有春夏就有秋冬 有朝长就有朝落 从这些自然界的 见像来观察 其实都是一阴一虚 一消一想 而我们把这个道理 用来观察人世的变化 其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比如说 人世的一智一乱 人心的一忧一体等等 也都实现了 一阴一阳 知为道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如果懒做 那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 一个人如果喜欢骄傲 那就一定会有忽然 扫架子的时候到来 在中国古人那里 有一句话 大家都耳熟能详 小父不过三代 我们看第一代创业的人 往往都是白手起家 艰苦奋斗 兢兢业业 可以说用自己的双手 打下了一片天地 创下了基业 到了第二代 虽然条件好了 但是他们耳闻目睹 复备创业的艰难 所以他还知道 各情各解 历经执志 使这个事业不断地发展壮大 但是到了第三代 因为他们一出生 就过着得天足厚的生活条件 过着一来深受 犯来张口的生活 他没有体会到 组辈和父辈创业的艰难 更不知道什么叫做 各情各解 历经执志 所以久而久之 不仅忘记了祖宗的家风 而且还过起了 交涉淫逸的生活 这样就会把祖辈和父辈 辛辛苦苦所打下的基业 给败败光了 当然我们知道 在现代社会 这个富不过三代 也变成了富不过几代了 两代 两代 两代还好 有的是富不过一代 就是说在这个人 他发家的时候 就不是凭着 辛劳志富发达起来 发展起来之后 就经过着交涉淫逸的生活 结果这一代还没有过去 就已经克败不堪了 虽然这个富不过三代 变成了富不过一代 但是他没有超出 这个一阴一阳之伪道的道理 所以中国古人 也常用太极图 来表示天道的道理 我们看这个太极图 半边是阴的 半边是阳的 中间还有一个界限 如果过了这个界限 那就意味着阴阳失去了平均 阴阳失去了平均 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会引起变化 这就叫阴急则阳升 阳急则阴升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物急必反 圣急必衰 萧急必长 然而我们读史书的人呢 我们会观察到 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有道德 有学问的读书人 他们的家业不仅仅成盘了两代三代 而且呢成盘了百代甚至千代 那么这些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这些人恰恰是能够动他 一阴一阳之为道的道理 所以他们教导子孙 要谦卑退让 要舍财不胎 要克己利元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范文正宫 范仲淹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定词 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 家境非常的贫寒 他自己家没有钱 就来到一所自愿读书 在冬天天气很冷的时候 他煮一锅的稀饭 把这一锅的稀饭冻成了冰 然后呢化成四个盒子 每一顿饭 只能吃其中两盒子的稀饭 就过着这样非常艰苦的生活 中国不许有句话说 十年寒暂 无人问 一朝成明天下之 他就是凭着这样克服努力的精神 后来考中了科举 做了官 甚至啊 做到了宅相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但是啊 范仲淹并没有因此 就过着那种 娇奢隐异的生活 反而呢 拿出了钱 来兴奔一诀 来兴奔一天 如果我们读范仲淹的史记啊 我们可以看到 范仲淹一生 用自己的奉路 自己的工资 供养了三百多家的人口 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的奉路 一个人的工资 他可以养过三百多家的人口 那就可想而知 他自己 还有自己的家人 过着怎样清函的生活 因为如果自己过得很富裕 很测寡 那就不可能把你下来的钱 再供养三百多家的人口了 那么在他退休的时候啊 就是年老的时候 他的几个儿子啊 也要劝他 就是你现在年纪大了 快退休了 那也不如啊 把钱拿出来 然后啊 在京里选一个好的花园 来做养老的生活 但是范仲淹就说 他说 京中各大官家的园林 已经很多了 而园主人自己 又不能时常地游远 那么谁才会不准火源呢 为什么非得有自己的花园 才能享乐呢 所以啊 他一生出降入降几十年 家用都非常的节点 到他年老的时候 可以说是连脏脏费都足够 那很多人听到这里啊 就觉得这个范仲淹 他未免太傻了 太不替子孙后代而着想了 事实上恰恰相反 这才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最好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逐历史发现啊 不仅仅是他的四个儿子 都做了宰将 公卿和侍郎 而且个个呀 都是道德成高 并且能够守住他父亲的遗志 舍财 救世众人 所以我们看到啊 他的曾孙费也都非常的发达 到了清朝的时候啊 范家出了七十多位 做到副长级以上的官员 而且不仅如此 范家的后代一直成长到今天 保持了上千年而度算 仍然保持着这种兴办艺舔 兴办艺舌的传口 受到了世人的尊敬 那范仲燕一生的刑仪 也让我们想到了 芝马光先生啊 所讲到的一句话 他说啊 一金与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就是说我们自己啊 挣了很多的钱很辛苦 可能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 为的是自己的孩子 将来呢 以后能够有个好的生活 但是芝马光先生却告诉我们 我们把金钱留给子孙 他不一定能够守得住 对于古人教导我们说啊 这个孩子 如果他以后有发展 有能力 能力比我们强 那他会用自己的辛苦 心情工作 自己的能力 去创造一般事业 那我们留钱给他 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这个孩子不如我 他是一个顽布子弟 是一个盖家子 那我们把钱留给他 他也迟早会把他盖盖光 那我们留给他钱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无论是他能力 比我们强 还是不如我们 我们把钱留给他 都是啊 对他有害的意义 遗书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但我们自己觉得 圣经经典 觉得这个非常好 希望呢 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来崛起 但是他可能不一定啊 有你这样的兴趣 他的兴趣啊 可能不在这里 你把很多的圣经经典 留给他 他也不一定能够不及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不如基因德与冥冥当中 以为子孙 长久居地 就是像范宗燕这样 自己啊 一身历身迟道 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做一个好的仿仰 而他这种德行啊 就避因了 他的子孙后代 有了千年于久 那么这呢 还是一个智慧的选择 中国人说 祖史啊 使人明智 有的人说 你讲的这个故事 好也是好 那是不是 只有这个中国历史上 只有范宗燕这样一个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读这个 李章领的《勇史》啊 我们就看到 他在这个诗篇中 这样写道 他说 历烂浅显 国与家 成游勤俭 拜游说 也就是说 他通过自己学习历史 得到了一个经验总结 也就是这个国 这个家族 成功 就成功在他勤俭施家 而他为什么由盛转衰呢 就是因为他过分的奢华 乃至于入乎复复 那么这是一个转折点 那么在清朝的历史中 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 那么大家都对他不陌生 那就是曾文正宫 曾国藩 曾国藩啊 他是在满清政治中 汉人里啊 做到了地位最高 权位最重的一个人 他曾经做到了四省的总租 可以说是权贵一时 但是啊 他做到了四省的总租 同来没有在省里 为自己建作过一所房屋 也没有买过田地一亩 曾国藩呢 曾经亲手创立了两百颜校 这种颜校 他的面值很便宜 只有两百两名字 但是啊 他的地息却相当地高 每一年的地息 就是三四千两银子的样子 所以后来呢 这个颜校从两百两 长到了两万两 当时家里只要有一两张 这样的颜校 就可以被称为是富裕的家庭了 然而正因为如此 曾国藩特别计定给 曾氏一家人说 不准成脸 所以啊 他去世多年之后 家里也没有一张这样的颜校 而凭着他当时的权势和地位 要取巧迎之 要领下一两百张这样的颜校 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事 然而 紧接着自己的权势 来取巧迎之 却是曾文正公所不愿为的 所以啊 他也曾经对自己的军中辽蜀宣誓 说不取君中一天寄回家中 而且呢 是说道 做道 数十年如一日 所以他啊 子尊后代的家用 也都非常的节俭 所以啊 他也这样解道 他说 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 人败离不开一个异字 讨人厌离不开一个交字 这个家庭的克败 家庭由胜转衰 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用度 过分的奢华 乃至于入不复复 一个人的败落 就是因为这个人呢 从此过着过分安逸的生活 不辞进取 乃至于玩物丧志 而一个人好人厌 好人不喜欢 就是因为这个人过分的骄傲 自以为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那么第三件事呢 他说看这家子弟 能不能兴望发达 就看一看这家的子弟 是不是读圣贤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的圣贤经典 都记载着古人 对于天道的理解 都是古代人 人生经验的总结 所以一个孩子 如果总是读这些圣贤经典 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军淘 他的人生啊 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 看得更远 我们一个人走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啊 就会有这样的感慨 说我这个人生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那我相信呢 我的人生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精彩 但是遗憾的是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重来 所以我们人生啊 就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那我们中国的父亲老祖宗 他也有这种遗憾 他不希望这样的遗憾 再发生在子孙后代的身上 所以啊 他就想把自己的人生智慧 和人生体验 能够记载下来 流传给后人 那么这呢 就记载在经典之中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 中国老祖宗的那种纯心 我们就会对圣贤教诲啊 升起感恩心 升起恭敬心 我们中国的祖先呢 为了把这个智慧流传下来 所以他就发明了文言文这一个工具 因为他观察到呀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日常用语 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如果我们写文章的用语 和我们日常的用语 是一样的 不加区分的话 那么这个过一段时间 这个语言呢 就是有一个小的变化 再过一个长的时间呢 又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后代的人 再语前人的东西啊 就可能完全读不懂的 比如说我在国外啊 生活了四年多 然后回到中国 再看到这个网络上有些文字 我就不明白了 比如说什么叫顶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顶啊 就是反对的意思 那和同学交流啊 结果出了教法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顶是极力赞同的意思 还有什么叫粉丝 后来才知道是这个英文的贩子 翻译过来 叫粉丝 还有什么叫PK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词 但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 乱乱到这个环境中的人呢 真是不明白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那这就说明啊 我们的日常用语会随着一段 这个时间的变化 就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么过上几十年 二十几年 上百年 上千年 如果我们写文章的用语和这个日常用语 不加区分的话 那后代人再看前人写的东西 那可能就完全读不懂了 那为了把自己的智慧团下来 中国的祖先呢 就发明了文言文这个工具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文言文 我们就可以回到两千年去 和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 直接交流 他们的人生智慧 人生教训 就可以对我们直接的吸取和借鉴 所以现在在国内啊 有很多的地方都在提倡儿童诵经工程 很多的教育家啊 也提出了一意 觉得这个是很古板的方式 实际上他是不知道 这个经典宗族 对于儿童智力开发 对于他的人生修养的重要记忆 中国古人说啊 这个因定才能开会 就是说一个人的智慧 是从哪里来的呢 必定啊 是因为他有定力 比如说一个人 他遇到事情就慌与慌张 乱了手脚 那这个人肯定啊 做不成大事 所以这个智慧 是由定力中培养来的 而这个儿童经典宋族啊 他要求把全部的经历都记在 集中在这个经典之上 像我们在读诵地主规 大家可能这几天都有体会 那么这个地主规读出来啊 是从心里升起来 然后从耳朵里听进去 然后呢又回到自己的心里 当你全神贯注 把这个经历集中在这个宋族之上的时候 实际你无形中啊 就在培养了自己的定力 那么这个定久了 这个智慧就自然产生了 所以这个经典宋族 他首先呢 是培养了定力 提高这个孩子的智慧 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经典里边有很多的 人生教诲 他如果经常的读诵 对他的人生啊 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指导 那么第三一点呢 我们知道 这个孩子的记忆力是最好的 我们大人很多的时候啊 记忆力没有办法和小孩相提 那么在他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让他读诵圣贤经典 他呢很容易就记住 这个圣贤经典 他只要听上几遍 他不用特意具备 他都能够朗朗上口 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出现了很多的神童 圣童 为什么把他们称为神童呢 就是因为他们才十几岁 已经把十三经 就是除记在身 你只要提出哪一句 他就知道是出自于哪里 他就可以给你接上 再接着背下去 那么这种人 我们认为他是超出于一般人的智力 其实并非如此 每一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 只要你啊 去用心的去教导他 每一天呢 让他读诵一段经典 他累积到十几岁的时候啊 他自然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说啊 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教育方法 他都是按和到庙 就是说他无形中 是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 也符合教育的规律 那么这呢 是范仲坚 这个是曾伯藩呢 他讲的 看这家子弟啊 能否兴旺 要看这三件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范仲 这个曾伯藩 他对一阴一阳之为道的道理 识会得非常深刻 那就是他 他把自己的书房 取名为求缺哉 为什么叫求缺哉呢 就是要求一点缺失 而不能过分的完美 因为他自己有才有势 而且才华横溢 可以说近乎完美的 所以啊 他特别小心谨慎 处世待人接户啊 都是千功有礼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明白 一阴一阳之为道的道理 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天道 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那就是过分的 要受到制裁 而不足的 要受到主义 中国传统的圣者 无论是儒家道家 他们反复的叮咛 就是要说明这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孔老夫子 一生所奉行的 就是温 凉 供 减 让的德行 那就是做到了 温和 善良 供敬 减土和减让 而孔老夫子的后人 又都能够坚持和发展 孔老夫子的道德修养 道德教育的思想 所以我们看到 孔老夫子的后人 一直成长到今天 保持了两千多年而度寸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更是把对天道的认识 运用到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而提出了 处柔守词的处事原则 在《易经》这本说明天道的书中 一共有六十四卦 每一卦都有六瑶 六瑶的瑶词 有胸有皮 但是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 只有一卦是六瑶接皮的 而这一卦就是千卦 而对千德的解说呢 就是不居功自傲 不要过分地点斗自己的才华 那么这呢也可以是从 一阴一阳之为道的道理 而得出来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经典 比如说上书上就教导我们 说满交损千寿义 实乃天道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 就是说为天福善货淫 天道的规律 就是给那些善良的人 带来福分 而给那些货分的人 带来灾货 这个淫呢 就是娇奢淫义的淫 在中国古代呢 这个淫它包含了 对一切事情的货分 与放纵的意思 那里边呢 也有交满意 其实啊 这个天道的规律 就体现在我们人事生活之中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都可以观察得出来 一个人呢 虽然有权有势 但是啊 如果他很骄傲 自以为是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那我们喜不喜欢 和这样的人交往呢 我们显然啊 不喜欢 可能表面上对他很恭敬 但是内心里啊 觉得这样的人啊 傲慢无礼 实际上没有什么修养 所以 天道 其实就体现在 人事之中 所以上书上就说 天事 自我明事 天经 自我明经 也就是说啊 上天 它都是通过 人民的眼睛 来洞察的 上天 也是通过人民的耳朵 来测听的 所以儒家 他特别强调的 就是礼节 什么叫礼节呢 所谓的礼节 礼节 就是以礼来节度 自己不合适的欲望 和要求的意思 儒家教导我们啊 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 要特别的 小心谨慎 虽然他人 或是愚笨 或是怯懦 或是老弱 并惨 孤儿寡妇 无人帮助 我们也不能够 欺凌他人 相反啊 对于这些 无利可怜的人 我们还要 心存 实名 并且要 想方设法地 去 帮助他们 那么这呢 都是从天道的规律 得出的 为人处事的 宣戒 所以从这里 我们看到 中国古人 他要去培养一个 德行 并不是啊 外在的 强加于人的东西 而是在明了的 天地之道的基础上 为了获得 个人真正十九的幸福 而进行的 主动追求 这也正如孟子啊 在称赞顺的时候 所说的一句话 他说 顺名于树物 查于人伦 由人义行 非行人义也 就是说 顺这个人 他既明了的 万事万物 运行的法则 又洞察了社会 人伦关系的道理 所以他是自然而然的 顺着人义之路走 而不是勉强地 被迫去行仁义 而且啊 在中国古人看来 这个行道德的事 也是啊 和人的本性相应的 为什么呢 在论语上我们看到 这个孟老夫子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君子 坦荡荡 小人 长细细 也就是说 在儒家看来啊 人性都有向上 好夺的潜能 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 他处处想着 如何去助人为乐 如何去帮助别人 所以他的心胸 总是处于 坦坦荡荡 欢欣喜悦的状态 而一个小人呢 就是啊 他处处呢 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想着自己的欲望满足 想着如何去损人利益 想着如何去谋害别人 所以他的心情啊 总是处于一种 郁郁寡欢的状态 特别在昨天啊 福总的报告中 我们看到了 当他有钱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金钱 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真正让他感到快乐的时候啊 是他去帮助别人 这个过程中 他才感觉到了那种 发出内心语悦 所以在说文解词上呢 把这个德字啊 就解释为 德者德也 后面还有两句话 说外德于人 内德于己 就是说一个有德的人 实际上就是得到了天道的人 得到了天道的人 怎么表现出来呢 从外在的方面看 他外德于人 能够得到众人的支持 帮助和拥护 内德于己 从内在的方面看啊 他可以获得 内心的喜悦和安宁 所以在这个解释 什么是儒家的时候啊 看待杨雄啊 在法言之中啊 他就这样地解释 他说什么是儒 从天地人为儒 真正学习儒家的人 实际上他是对社会 自然 人伦关系的道理 都是通达无碍 了解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人才称为儒者 那么在修理天官上呢 也说 四约儒以道得民 就是说第四种执掌 叫儒 儒是什么呢 他以道得民 这个重点就在得字 他讲的是道 所以人们都会欢欣喜悦地 接受他的执导 接受他的熏陶 而不是勉强地被课去学习 那么中国古人 他经过了这个观察 自然界 社会人文关系的道理 他就提出了十二个字 作为我们人生修养的品德 那就是孝悲中性 礼义廉始 仁爱和平 那么提出这样一种价值观 和道德观 具有啊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 他可以为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确定一个 一以贯的价值 也就是说 如果社会上没有一个 普遍的价值观的时候 那就会啊 人们有出现了 莫子上所说的 一人则一亿 二人则二亿 十人则十亿的情况 就是说 当社会上有一个人的时候 会有一种是非善和美主的标准 当社会上有两个人的时候 就会有两种不同的是非善和美主的标准 而当社会上出现了十个人的时候 就会出现十种不同的是非善和美主的标准 这样呢 就会让人们提 我喜欢 我高兴 我愿意 作为平下自己行为的标准 所以在蔡老师的幸福人生讲座中啊 他讲了一个例子 可以对这句话啊 做一个最好的阐释 他讲到美国啊 曾经被自己的八千名中学生 进行了一个出样的调查 结果这八千名中学生啊 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 考试啊 做过并 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人 曾经动手打过人 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 曾经在商店里 拖过东西 但是最后一个题 当他们被问到 你认为自己的道德高上吗 结果出乎意料的 居然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中学生 都选择了 认为自己的道德是高上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就是因为啊 在美国都宣传的是自由平等 所以人们都是以我愿意 我高兴 我认可的价值观 来评价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不觉得考试作弊 动手打拳 在商店里拖东西 是道德不高上的表现 所以啊 确立这种提议价值的道德观 确实呢 可以对我们的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给予一个共同的 这个价值取消 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所捐讲的 家庭里家长所教诲的 还有我们社会大众所传媒传播的 不一样 甚至相通促的话 那就不可能树立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这种共同的价值观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他为法律的制定和制度的设计 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价值灵魂 现在我们很多人呢 都强调制度建设 强调法制观念 但是我们法制和制度啊 并不是为了法律而法律 为了制度而制度 这些法律和制度的背后 都体现和维护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价值 那我们看西方的这个价值 它呢 这个制度的设计啊 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 他们所有的这个制度创价呢 都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 我们说呢 这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呢 并不足够 为什么呢 因为它虽然维护了公平正义 但却不能够 引导人们具有团结互助 仁慈和爱的道德性感 所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人情冷漠 精神空虚 道德回废的社会 所以在西方呢 我们看到了 在法律所管辖之外的 反社会行为逼比皆是 什么叫反社会行为呢 就是虽然没有触犯到法律 但是啊 它却违反了道德 它不是一个和谐社会 应该有的现象 比如说青少年吸毒 卖银等等这样的现象 这个法律啊 它本不制裁 但是不是一个社会 应该有的现象 再比如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 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 说有一个孩子 他呢 不小心失足落水了 那么在河岸上呢 就围观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他这个母亲啊 看到自己的儿子掉水 非常的焦急 于是呢 他就跪在地上 向这些人苦苦地哀求 说你们谁啊 会有勇去把我的孩子救起来 他眼看着就要被淹死了 结果这些围观的人 或者对这个事情啊 置之不理 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或者有的人就给他炒价还价 说啊你必须给我多少钱 少了多少钱 我就不去 那么这些行为 他没有违反法律 法律也不能够给你制裁 但是这却不是一个和谐社会 应该出现的现象 这些现象就称为反社会行为 那么通过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 我们把犯罪的人关进了监狱 只要他触犯警法 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但是问题解决了吗 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阴止 而得到彻底的解决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到监狱之中啊 学会了更加伟大 更加巧妙的作案方式 当他们被放回到社会 同样还会危害人群 所以在西方社会 就出现了另一个现象 那就是监狱以人满为患 政府以警察短缺为优 那么这些现象 是仅仅靠法律监督机制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看中国古人的智慧 确实非常的佩服 那老子曾经就讲过 他说法律与资章 造费所有 就是说我们法律条文的设置 一天比一天更加严厉 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细致 但是是不是社会就因此安定了呢 恰恰相反 这个社会不仅没有安定和谐 反而呢 盗费所有 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昨天呢 这个周老师也讲到了 这个孔老夫子的一句话 导之以正 习之以刑 您免而无耻 当我们用政令去引导人们 他们触犯了政令就导习之以刑 就给他以刑法的触法 这个结果呢 使人免 这个免啊 并不是免于去做坏事 人们仍然会去做坏事 但是他会讲方设法的 免于刑法的触法 而且更重要的是啊 人们都没有羞耻之心 那么正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啊 出现了很多的沉浸危机 恐怖的地益 环境危机 那么西方人呢 也在自己的文化中 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所以在七十年代末 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 汤比教授啊 在和十年大作的讲话时 就提到了这样的一点 他在细统地考察了 各国文化历史的基础上 从文化学的角度 提出了这样的论断 他说 能够真正解决 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 只有中国的恐懵如学 和大平佛法 无独有偶 在一九八八年 有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在巴黎聚会 面对当时世界性的危机 也提出了这样的富裕 他说 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 就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 中国的恐夫子那里 去寻找智慧 那我们想一想 这些人 他们都是某一个领域 某一个专业中顶尖的人才 很多人也都是科学家 他们能够提出这样的论断 绝对不是偶然的 而是奠定在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 深刻的理解 和认同的基础之上 那很高兴的是 我们看到十六大以来 我们中国国家领导人 提出的一系列的 这些政策 其实也都是 从传统文化中 吸取了宝贵的营养和智慧 比如说我们胡锦涛总 在美国耶稣大学的演讲中 他就这样提到 他说科学发展的理念 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 适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现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 与时俱进 社会和谐和平发展 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 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那我们的温总理 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 也这样提到 他说回溯源头 团成命脉 相互学习 开拓创新 是各国弘扬 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治选择 我们的成功将成绩先贤 得疲后世 那么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 在近几年 在国外的演讲中多次强调的 那么中华文化中 究竟有哪些智慧 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 提供借鉴和启示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 就是以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的和谐思想 包括了五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身心和谐 第二呢 就是人际和谐 第三呢 就是天人和谐 第四呢 就是结和万方 还有呢 就是正命和谐 首先我们看身心和谐 在论语上说啊 君子坦荡荡 昨天周老师也一再强调 要修身其家 治国情天下 所以这个修身 实际上是治国情天下的基础 那么要做到身心和谐 我们说啊 大 道 治 血 也有三个简单的原则 大家如果记住这三个原则 相信啊 一定能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第一个原则 就是一天之中 不生气恼 因为我们知道 幸福它是一种喜悦的生活 充满喜悦的生活 如果我们一旦气恼了 这个气恼和喜悦啊 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如果我们一旦生气啊 这个喜悦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为了获得幸福 必须手间去除这个气脑 我们看中国的智慧啊 就体现在这个文字之上 看到这个怒字 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怒呢 上面是一个奴隶的奴 下面呢是一个心字 看到这个怒字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发怒的时候 实际上把自己的心变成了奴隶 我们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情绪 才会发怒 所以有人说啊 发怒是拿别人的怒物来惩罚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在《黄帝内经》上 有一句话说怒伤肝 喜伤心 思伤喜 恐伤肾 就是说这个大怒 则使气血上风 这个头顶经常发热 那么他呢 经常发怒的人 就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那么这个特征呢 第一就是肝脏会有一些问题 第二呢 就是说你这个气血上风 古代人说怒发封关 经常头顶发热啊 所以这个头发呢 就不太爱长 当然中国人又说了一句话 叫聪明绝顶 聪明的人呢 头上不太爱长头发 我感觉呢 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这个聪明的人 他看到别人做事啊 都是笨手笨脚 觉得这么简单的事 你都做不好 所以他就容易上火 这样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出来的 那么这个 当然发怒的时候啊 确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可能我们自己生气了 别人还不知道 然后惹到我们身心都不健康 就不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 爱发火爱生气的毛病呢 那就是转怒为数 我们看这个数字和木字啊 它的差别很小 只不过是把上面的棱棱角角啊 给它去除一些 让它变得圆滑起来 这个就变成了数 而这个数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是一个如 下面是一个心 告诉我们要如其心 如谁的心呢 就是要如对方的存心 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 所以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来向他指教 说老师啊 有没有一个字我可以终身奉行而不违背的 孔老夫子说有 这个字就是数 而数是什么呢 就是己所不欲 物须于人 当我们发火的时候啊 我们先想想自己 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完人呢 我们是不是不会犯错误呢 中国人说人非圣贱 熟能无过 既然我们自己都不是一个圣贱人 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自己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 那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呢 我们应该将心比心 我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啊 都希望对方能够体谅我们 原谅我们 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那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啊 我们也应该啊 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这个忍字 忍字啊 它也是一个刀刃的刃 下面呢是一个心字 看到这个字就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称得上忍呢 大家都是你好我好 你赞叹我 我称在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称不上忍 当有一个刀刃 搁在你的心上的时候 你还能够忍住 这个时候才真正的 称为忍 而当你练到一定的程度 你连忍这个字都忘记了 都是很自然的 连忍都没有了 这个才是最高的境界 所以即使是忍字啊 它也有不同的层次 首先呢就是利忍 也就是说我们学的传统文化 老师告诉我们 发怒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所以啊 当别人对我们做好的时候 我们努力地克制住 不去发火 不去报复 那么心里可能已经不高兴了 但是我们不去发火 不去报复 这是第一个层次 叫利忍 第二呢叫忘忍 也就是大度能容 天下难容之事 而且啊 不把别人的过失记在心上 过一会儿就给他忘记了 大宰相不只能称传 别人的过失啊 没有记在心上 第三呢 就是凡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仅有不得反徒诸己 为什么别人他就对我不满意 对我诽谤 对我误解 他为什么不对别人误解诽谤呢 那肯定有我过失 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当天要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来反求诸己 这个时候啊 叫凡忍 第四个层次嘛 叫观忍 那就正如古人所说的 一切有违法 无梦幻浩影 其实啊 我们想一想 昨天的事情 就像梦幻浩影一样 就已经过去了 不实在 也是不能够久存的 那么既然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要把别人 对我们的恩恩怨厌 放在心上呢 特别是别人 对我们的怨 不能够放在心上 地子规上说 恩与报 怨与望 报怨端 报恩长 所以有的人说啊 我们的心 其实啊 就像一个纯净纯善的 本来应该是纯净纯善的 就像我们啊 刚从商店里 买了一个垃圾桶回来 这个垃圾桶 本来是很干净的 那为什么变得 肮胖不堪了呢 就是我们经常 把垃圾往里边扔 经常扔垃圾 装在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呢 才会变成了垃圾桶 那我们的心呢 其实也是纯净纯善的 我们应该啊 装着别人对我们的恩 对我们的好处 那别人对我们的怨 我们应该把它忘记 否则的话啊 其实最对不起的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把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啊 变成了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 所以我们的心受到了染 因为我们自己啊 活得很不开心 还有呢叫提忍 就是当别人诽谤我们 误解我们 甚至侮辱我们的时候 对我们无理喜闹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非常高兴才对 为什么非常高兴呢 我们应该这样觉得 太好了 又给我提高自己忍辱的机会了 这样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 哎 这个机会啊 真的很难得 我应该感谢这个人 还有一个啊 就是质人 也就是说不仅不抱着他 反而提起帮助他的心 就像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很多啊 最成年的孩子 他们还没有走上社会 就对社会啊 有了很多费命的行为 也就是说他看到很多啊 富贵人的车子停在马路旁 他也不认识这个主人 他可能上去啊 就给他画两个道 甚至的还给他磕上点油 把这个车子给烧了 如果我们是这个车子的主人 我们可能啊 第一面就是非常的怨恨 就像发火 觉得这个人呢 做无亲无故 为什么要做这样 损人不立体的事情呢 但是啊 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所论人之悲 当究其心 当我们看一个人 作诗的时候 作恶的时候啊 我们应该去查找 他背后的原因 那我们去调查研究之后呢 发现这个孩子 他很早啊 就是父母离异 很早就没有接受过 圣前的教诲 他从小就没有感受到爱 在社会上啊 他感受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和不信任 所以他没有走上社会呢 对这个社会就充满了敌意 充满了怨恨 那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是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儿女呢 我们对自己的儿女啊 是百般的呵护 万般的教育 知道这个弟子归好啊 我们马上啊 就希望让孩子来学习 一有好的机会啊 就会给他以良好的引导 那我们想一想 这些孩子 相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 是不是非常的可怜呢 所以中国人说啊 可恨屈人 必有可怜之处 那么当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这个怨恨之心 不仅没有了 反而提起了 是一种教育的爱心 去帮助他 成就他的 这种仁慈之心 所以啊 我们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 不要第一反应啊 就是要去发怒 而想到呢 如何啊 去帮助他 改变他 成就他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 这个怒不好 是我们从来没有通过 发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只是因为发怒啊 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 也影响了自己的身体 让别人呢 也对我们很轻视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改变呢 那么这个改变的方法啊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啊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啊 坐在镜子面前 然后呢 对着镜子 这样对自己说 说你从今以后 对于任何事情 都不要生气 当然你只是说 一次两次啊 这个并不能起到效果 但是你不要因此呢 就丧失信心 因为中国人说 这个习气很严重 什么是习气呢 就像我们这个酒瓶啊 这个酒都倒完了 然后呢 里边还有很多的气味 久久地不肯淡去 所以啊 你不要 因为一两次啊 控制不住自己啊 就丧失了这个信心 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每天晚上啊 重复不断地说 你从今以后 对于任何事情 都不要生气 早晨起来呢 对着镜子啊 这样说 你已经不生气了 你已经不生气了 那么这样做下来啊 你每天这样做 做三个月以后 我相信啊 即使你最大恶极的人 在你的身边 你也不会轻易地发火了 那么这是我们讲 医治生气的办法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 也感受到了 这个古人所说的一句话 那叫 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这个静啊 就是指自然环境 这个缘呢 就是指人事的环境 其实这个人事环境 自然环境本身 他并没有真正的好与坏之分 那么好坏在哪里呢 其实好坏啊 在于我们的心 是我们自己的心起了分别 所以才有了好坏 所以一位大德啊 在生活在感恨的世界里 就这样写道 他说要感激 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一般人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呢 都是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他有什么 不明义的事发生 但是这位大德却告诉我们 要感激伤害你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如果没有人曾经伤害过我们 我们还像温石里的花 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 感激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 如果没有人曾经欺骗过我们啊 我们觉得天下的人 都是一样的好 正是因为有人欺骗过我们 我们才知道 天下的人是各式各样的 还有不同 从事人类不及 感激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你 因自立 中国人有句话叫 从我们的孩子找当家 我们看啊 正是因为有人把我们遗弃了 所以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一种 自尊 自爱 自强 自立的意识 要用自己的努力 来创造自己的事业 所以从小啊 就历练了自己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百万富翁啊 他们在成功之后 谈起自己早年的心思 都经历了非常寻常的磨练 而他们谈起这一段磨练的时候 给了他很多的称赞 那反过来我们再看 现在生活的很多 家庭条件很好的孩子 因为啊 一来伸手 半来张手 要什么 父母给满足什么 反而啊 习不起对父母的感恩之心 也都不知道自己的学习 是为了什么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 反而不能够拯救 那么到底哪一种环境更好呢 其实很难说 确实啊 带于我们怎么样来运动他 感激半导你的人 因为他强大了你的能力 就是因为有人把我们半导了 我们又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能力啊 相对于以前 也是大大的提升了 感激 施责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位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你看我这个人很有修养 不轻易地发脾气 对人呢 都是一团和气 面带微笑 那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领导 我们啊 都是受人恭敬 受人赞叹 处处都活在别人的表扬之中 突然有一天 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 指着鼻子来骂你 来对你无理取闹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对他表示微笑 表示冷静 表示耐心 这样才体现了一个人真正的悠扬 所以要感激 所有让你坚定成就的人 那么在一首 在一个文章叫 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啊 这个文章中 这个作者就这样写到 他说一个成熟的人 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 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快乐 幸福带给别人 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 但我们却常在不知不觉中 把它交给别人 来掌管 一位女士抱怨说 我活得很不快乐 因为先生常出胎不在家 她把快乐的钥匙 放在了先生的手里 有一位妈妈说 我的孩子不听话 叫我很生气 她把钥匙交在了孩子的手中 有一位托货说 我的媳妇不孝顺 我可真定 她把钥匙交在了媳妇的手中 有一个人说 我很难过 因为老板总找我 他把快乐的钥匙 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一位年轻人 从文具店里走出来说 那位老板 服务态度恶劣 把我给气炸了 他又把钥匙 交在了老板的手里 这些人都做了一个 共同的决定 那就是让别人 来控制他自己的心情 而当我们允许别人 掌控我们的情绪时 我们便觉得自己 是一个受害者 对现况无能为力 抱怨与愤怒 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 我们开始怪罪他人 并且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 我这样痛苦 都是你造成的 你要为我的痛苦负责 一个成熟的人 握自己快乐的钥匙 他不期待别人 使他快乐 反而能将幸福与快乐 带给别人 他的情绪稳定 为自己负责 和这样的人 在一起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压力 诸位朋友 你们的快乐的钥匙 在哪里呢 是放在了别人的手中吗 那就快去把它拿回来吧 这个文章确实写得很好 他教导我们 要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 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政府生活的第一个原则 那就是一天之中 不生气脑 那上半堂的课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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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恶言不仅是讲粗鲁的、骂人的话 而且也包括了挑剔、抱怨的话等等 那么为什么一鲜之中不出恶言呢? 在当代日本著名的科学家江本胜博士 他做了一个水洁经的实验 那么在此实验呢 也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这一本书叫《水知道答案》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看见过 那么这个书中他就告诉我们 他在把水结晶之后 放到高费显微镜下来观察 当这个水上面写着爱和感恩的时候 这个结晶非常的美丽 那么他做过了千百万次的实验 那个实验各个不相同 写的词语也不一样 但是最美丽的图案 就是看过爱和感谢的几个字 他所呈现的这个图案 是美丽的六角形 像盛开的鲜花一样 那么这是看过中文的解写 之后呈现出来的六角形的图案 那么当他看到混蛋 我恨你 讨厌你 丑死了 这样的是不能结成完美的结晶 而且看起来丑陋不堪 那么这是用汉语拼音的智慧 还有外文的智慧 得出的结论呢 虽然这个图案不一样 但是都是非常的美丽 那么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 即使像水在我们看来 没有生命这样的东西 其实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感知 它对人的语言 还是有所反应的 那么即使是水 都能够对人的语言有所反应 那么我们想一想 更何况是人呢 而且人体有70%以上 都是由水构成的 所以一个人 如果经常听到别人唠叨 抱怨 消气 指责 我们想一想 它会不会很好受啊 肯定是很难受 而且还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一个人的健康 所以我们看啊 中国人他很有智慧 即使是在一些习俗之中呢 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智慧 那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见面啊 问候人 都是问候哪些话啊 吉祥福利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等等 说的都是一些吉祥的祝福的话 让大家一听啊 就比较欢喜 那么从这里啊 让我们得知结论呢 我们应该啊 多说那些感恩的话 少说批评的话 调弃的话 抱怨的话 指责的话 所以有的妻子啊 有的丈夫啊 就回到家里啊 如果一听到妻子的指责 抱怨和唠叨 就觉得呢 他都不愿意回这个家 那么在孔 这个儒家里 他教导的 避子四门科目 五门四科呢 手重得行 然后呢 就是言语 其实教人呢 怎么说话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说啊 或从口出 并从口入 因为我们言行不点点 那么说了很多 别人的过恶 别人听了之后啊 怀恨在心 也无形之中 给自己埋下了破端 所以避子规上 有一句话说 这个 这个 洋人恶 即是恶 即是胜 或且做 所以这个言语啊 非常的重要 告诉我们呢 要说 赞扬的话 肯定的话 这个 这个 表扬的话 真的 那么这也让我们 想起了一个典故 就是苏东科啊 它有很多的典故 有一次呢 它和和应禅师啊 在打坐 结果呢 它就突然问 问这个禅师 不论 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什么 结果这个禅师啊 看了看他 就是很 很高兴 很喜悦的样子 然后就说啊 我看你这个样子 很庄严 像一尊佛 那这个 苏东科听了之后啊 就非常的欢喜 结果呢 过了一会儿啊 这个佛应禅师就问他 那你看一看 我这个样子像什么呢 结果这个苏东科 看到啊 这个佛应禅师的 这个袈裟 脱脱带地 然后脸上笑嘻嘻的 然后就很不客气地说 他说我看你这个样子啊 像一堆牛粪 然后这个佛应禅师 听了之后啊 也没有作声 他就这个笑了笑 这个苏东科啊 说完这件事 他就兴高采烈地 回到家里 寿不及待地啊 要和他妹妹 苏小妹来分享 他说每一次啊 我和这个禅师在一起 辩论 总是说不过他 可是这一次啊 我赢了 这个苏小妹就问他 你赢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他说你看看啊 今天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 这个禅师问我 我像什么 问我他像什么 我说他像这一名粪 而我问他 我像什么 他说看我像一尊佛 这不是我装严 他不装严吗 这个苏小妹啊 他也很聪明 听了之后啊 他就对他的哥哥说 他说哥哥啊 其实这次你又输了 因为这个禅师心里有佛 他很清静 所以他看每一个人都像佛 而你呢 你心里很不清静 很肮脏啊 结果你把这么清静的禅师 都看得像一堆牛粪了 你啊 这次其实又输了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呢 就是看别人 看别人不顺眼 使自己修养不够 就是当我们心里看别人 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力不清静 所以即使是别人做好事 做善事 但我们看起来都是有所起图的 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感受一点啊 就是做好事的人 真是很难很难 做坏事的人都很容易 就是说你给这个官员恢复一下 结果啊 很多的关节都能打通 但是想做点好事啊 还要活在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之中 所以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心确实是啊 这个需要拯救 人心不救的话呢 确实这个社会啊 很难变好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 一天一中不出恶言 第三一点 要做到人生幸福啊 还要做到一天一中 家庭和睦 中国古人说啊 家和万事兴 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那么要做到家庭和睦 首先必须处理好 夫妻之间的关系 在蔡老师的 《经历人生》讲座之中啊 他讲到了 夫妻和睦相似的真言 大家看过没有啊 看过 还有没有人没有看过 有 好 谢谢大家 大家的配合 如果大家都看过了 我就没法讲了 那么他讲到啊 他说 夫妻之间啊 相处有一句真言 只要大家能够记住这一句真言 做到这一句真言 那么肯定可以白头偕老 这句真言就是啊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那么他在诸海讲课的时候啊 有一次他说 他说夫妻之间相处 有一句真言 那就是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结果这个蔡老师话音刚落啊 在底下呢 有一位观众 他就非常踊跃地举手发言 然后呢 他就起来说 就说老师啊 我的丈夫 他没有优点 这个蔡老师呢 他非常的敏捷 反应很快啊 他就站起身来啊 走到这个女士的身边 然后对他说 说这位女士啊 我真的很佩服你 因为你这样的有勇气 你的丈夫 他一个优点都没有 居然很敢嫁给他 所以这个蔡老师 他说 他说人呢都很健忘 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啊 这个课还没有下 然后呢 就迫不及待地 在那看表 班还没有下 就在想 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我啊 明天要去和朋友约会 我不知道啊 他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带他到哪一个电影院去 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样的餐 我带他到哪个餐馆 送合他的口碑 甚至啊 在想 我不知道他啊 喜欢喝哪一种咖啡 到哪一个咖啡馆 才更浪漫 所以处处的 都是在想着 对方的需要 昨天我们也讲到了 说这个爱是个感受的兽 中间有一个心思 看到这个爱啊 就是要我们用心地感受 对方的需要 所以当我们处处都想着 对方的需要的时候啊 就感到这个爱意浓浓 活得这个很有情调 花钱月下 如果这个结婚证一领 这个章一盖下去 这个心念啊 就完全变了 从我能为对方做些什么 变成了什么呢 看来大家都很有经验 从我能为对方做些什么 变成了对方能够为我做什么 所以这个心念一改变啊 顶一下子就从天堂做到了地狱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现在家庭有四种类型 一种呢是天堂家庭 一种呢是和乐家庭 第三种呢是苦恼家庭 第四种呢是地狱家庭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自己的家庭属于哪一种 如果啊 我们的家庭不是很美满 我们如何从这个苦恼的家庭 变成和乐的家庭 变成天堂的家庭呢 那就是能够记住这一句话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而且呢还能够再加以 就是只记得对方对我们的恩德 而忘记对方对我们的仇怨 那就是恩欲保怨欲望 这个对于夫妻之间啊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想一想 这个夫妻一路走来几十年啊 这个相互的呵护 相互的关心 相互的复复 确实啊 值得我们去珍惜 那么这呢是讲夫妻相互的真言 那么我们韩经常说一句话 那就是各自则天清地明 各相则天翻地覆 同样呢 这句话用在夫妻关系的相处上 也是那么有效 那么在幸福人生讲座中啊 这个蔡老师还提到一个故事 他说啊 在一个单元里住着两户人家 一户人家呢 这两个夫妻啊 相处得非常和乐 相处了几十年 都没有炒个价 没有红过脸 而对门这一家呢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一家呀 是大炒三六九 小炒天天有 经常因为芝麻大一点的事啊 就炒得不可开交 那么时间久了呀 这个经常吵架的家庭 也会非常羡慕 这个从来不吵架的家庭 那么他们有一个特点啊 还很可贵 那就是很好学 所以他们也来向这个 两个人来求教 说为什么你们两个人 相处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红过脸 结果这家的女主人就回答说 因为我们家呀 都是恶人 你们家呢 都是好人 所以你们家经常吵架 而我们家呀 吵不起来 比如说早晨起来啊 这个丈夫要去上班 结果这个妻子也很体贴她 就给她端了一杯水啊 放在桌子上 结果这个丈夫呢 在穿衣服的时候呢 不小心就把这个水 这个碰到在里面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怎么样呢 这个妻子啊 就赶紧地过来道歉 就是你看一看 都是我不会做事 我把这个杯子啊 放到这么靠边 让你不小心把她碰撒了 都是我的错 于是呢 她还拿起这个抹布 来收拾残局 那丈夫听了这样的抱歉啊 也觉得很过意不去 她说明明就是我的错 怎么能怨你呢 于是她也拿起这个抹布 来帮助这个妻子 共同收拾残局 所以这件事发生之后啊 不仅没有让两个人呢 这个吵起来 反而因为这件事 增进了相互的理解 和相互的体谅 所以他们的感情啊 是与日俱增 可是这件事啊 如果发生在对门这一家 那个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一样呢 是七十三的杯水 放在了桌子上 丈夫不小心给她碰撒了 结果发生了这件事啊 这个丈夫就会破口大骂 说你怎么搞的 会不会做事啊 放一杯水 都放得这么靠边 看我把她给碰撒了吧 那听了这样的无敌指责啊 她的妻子也感觉到 很难以接受 她说明明就是你的错 是你把她碰撒了 怎么能怨我呢 真是岂有此理 那么因为这件小事 两个人就越吵越烈 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经常啊 要去打离婚 那最后人们问她 你们最初是因为什么事 吵着要去离婚呢 结果这两个人 很多的时候啊 都是忘了 最初是因为什么事 吵起来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 夫妻之间相比呢 其实都是一些鸡毛丧皮的事 如果能够 从自己身上来查找原因 能够体谅对方的话 就是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啊 都可以毕灭 那么这是我们讲 夫妻之间相比的一句真言 那么大家学到这句真言之后啊 一定要回去用 那可能听到这里 很多人可以心里暗暗地想 这堂课如果让我的妻子 或者我的丈夫来听 就太好了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受 那我告诉大家 这样的想法错了 因为我们还是在想着 让对方来感变 让对方来感受自己 没有想到 从我们自己身上去避体 所以我们每句话 都是给我们自己的 不是交给对方去做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 夫妻相比的真言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身心和谐 我们守住这三个原则 我们可以做到了一生幸福 那么中国古人的和谐思想呢 除了身心和谐 还有人际和谐 那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五伦大道 这个五伦关系啊 是孟子在这个他的书中啊 所提出来的 那么他也是总结古圣先贤 教导人们的经验 他说啊 在社会上有五种基本的文理关系 只要这五种基本的文理关系 处理好了 这个社会的人文秩序 就会景然有趣 那就是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还有朋友有近 我们看父子之间啊 有一种自然的亲情 这个父母爱孩子 儿女爱父母 这不是圣人给我们规定下来的 那为了使这种亲情 能够保持一生而不改变 那圣人去观察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要做到 父母 子爱 教导 关心儿女 而儿女呢 要教训父母 也就是说 只有做到了父子子孝 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 才能顺着亲的方向发展 而不改变 君臣有义 就是我们讲 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 在中国古人看来 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不是一种 冲突矛盾和对立的关系 它确实啊 是一体的关系 而这个领导者 因为他处于一种领导的地位 就要求他要有一种 仁爱之心 不能因为自己是领导者 就可以对属下 不来换去 不把他当人看 这样做了就错了 而被领导者 因为他处于一个 被领导的地位 就要求他对领导者 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 能够尽心尽力地 加以完成 所以这个中望 在此代会认为 尽己之位 也就是你竭尽全力地 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 完成好 这就是尽到了中心 所以啊 只有做到了领导者仁慈 而下属忠诚 这个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还不是矛盾的 通俗的和对立的 夫妇有别 这个别字啊 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 而是职责上的差别 那么丈夫呢 他承担着 要养家主口的职责 他要去创造经济的收入 使家人衣食无忧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个家庭中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 那就是要教育儿女 中国人有句话说 不孝有三 无后伟大 这个无后伟大呀 他并不是说你生了个儿子 就做到了无后 就做到了有后 他更重要的含义是说 你有了儿子啊 要把他教育好 使你的家业 家风和家道 承传下去 如果你生了很多的儿女 但是这些儿女啊 都是拜家子 不仅不能做出一些 帝国帝民的事 反而做出了很多 过国殃民的事 这样的儿子啊 以其有才不足够有 这才真正的无后伟大 所以啊 中国古人对于儿女的教育 看得十分重要 而这件重要的职责 不能够交给别人来管理 必须啊 是由母亲亲自来承担 所以因为丈夫和妻子 有这种职责的差别 那要求做丈夫的 要有恩义 有道义 有情义 不能自己在外面工作 就可以建议之前 寻花奋柳 这样做就错了 而做妻子的 因为他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职责 就要求他自己 要有良好的德行 这样才能够严传身教 起到相夫教主的作用 那就是做到了 夫义 父德 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才是和解的美满的 长幼有序 他讲的是啊 我们在一家兄弟姐妹的出生 有一个自然的顺序 而这个顺序也是不能够颠倒的 从这个自然的顺序出发 他告诉我们 做兄长的 做这个 这个家里啊 老大的 他应该啊 自己做一个榜样 这样呢 能够关爱兄弟姐妹 使他们呢 能够向他学习 向他效仿 而做弟弟妹妹的呢 对于兄长的教诲 要恭敬 要听从 所以只有做到了兄友弟公 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才是和解的 而这个 讲到了这个兄友弟公啊 也让我 想起了我的哥哥 那么在这个 法诏谈诗那里啊 也写到了一句话 他说啊 同气廉知 各自容 些些言语 莫伤情 一回相见 一回老 能得几时 为弟兄 弟兄同居 忍辩安 莫因毫莫 起争端 眼前生死 又兄弟 留与儿孙 坐样看 就说啊 一家的兄弟姐妹啊 就像一个树 生出的几个支唱 各自啊 都有发展 他们是一体的关系 所以中国古人 把这个兄弟姐妹 称为主肉 称为手足 些些言语 莫伤情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 在相处的时候啊 不应 不要因为 小小的言语上 就 这个不妥当 说很多过分的话 伤害了兄弟姐妹之间的 这种情谊 一回相见 一回老 我们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呢 就特别的有体会 兄弟姐妹之间 不在一个城市工作 那么确实啊 一回相见 一回老 突然看到他 好像比以前 又摔老了很多 头上啊 就出了几个白头发 等等 能得几十为弟兄 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 缘分 确实是非常的深厚 可以说啊 如果没有我的哥哥 我今天也不可能 坐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自己啊 小的时候啊 家境很平寒 那我这个哥哥啊 他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承担起 供我读书的这个责任 所以我每次上学啊 他都是把学费啊 需要的这些东西啊 给我准备齐全 可以说要什么 就满足什么 那我在出国之前呢 因为要去留学 要有一些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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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 那么当时我自己 也没有多少的收入 那我哥他知道了 这件事情啊 他就从烟台啊 赶到北京 身上呢 就带着他所有的机具 那就冲我去读书 所以在我来青岛之前啊 我给我哥打电话 然后他知道 我要在这里讲课 他就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啊 连夜赶过来 要听我讲课 那我在那一天晚上啊 我就想 我就在 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就在回想 这几十年啊 我哥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确实是辗转难面 而我来到这里 而我来到这里几天呢 就是忙忙碌碌 我听刘总说啊 他说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哥哥 他说 他很早就在大厅里 在那儿走来走去 等了你很久了 就是我 因为当天晚上是十一点多才到这 我哥啊 他一直在等我 等了我之后呢 见了一丝面 他就回去休息了 然后这几天 我也没有来得及啊 给我留个说几句话 那么这个想起来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 最自私自利的人 就是说 四处的时候啊 都想到自己 没有想到啊 去关心这个身边人的感受 弟兄同居 忍见安 莫兵毫莫 喜争端 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啊 能够忍于句话 那就相安无事 不要因为小小的事情啊 就起了争端 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 应该更重视的是 兄弟姐妹之间的情分 而不是那一点点的金钱 或者啊 一点点的这个 逞能啊 和自己的这个面 眼前生死 又兄弟 留与儿子 做样探 现在长大成人呢 兄弟姐妹之间 又生了儿女 那我们上一辈 做出啊 拥有地宫的榜样 其实潜移默化的 就影响他们 那么最后一轮呢 是朋友有信 朋友有信 就是讲 我们在社会上 平等的人 相交往的时候啊 一定要诚实守信 那么这五种文理关系 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最基本的五种文理关系 只有把这五种文理关系 处理好了 这个国家社会的人伦秩序 才是井然有序的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人际和谐 第三呢 我们讲一下天人和谐 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那么这个啊 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中 那我们中国古人呢 他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 这种感应啊 人与自然之间的 这种联系体会的特别深刻 比如说他说啊 我们一个人身体的健康 最重要的啊 是要以自然界的 这个规律相往和 像我们一年有四季啊 一天其实也有四季 一天的冬季啊 是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 那么冬天啊 煮冬藏 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休息 如果你午夜 十一点到一点的时候 还没有睡觉 还在过夜生活 那这等于什么呢 这等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啊 穿出现在寒冬的腊叶 那是非常容易生病的 所以这个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啊 这个十一点钟到一点钟 应该是熟睡的阶段 所以最好的睡眠时间 实际上是九点钟到三点钟 但是我们现在啊 做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刻 觉得三点钟就起来熟书 是不是太早 实际上是三天 三点是一天的春天 那么我们看这个清朝的这些皇太子 在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啊 其实已经起床读书了 说啊 黎明已起勤政爱明 所以我们说看 古代的那些电视都说 赶着上早朝 早朝是什么呢 那个天还没有蒙蒙亮 其实他们已经起来 来做正事了 但是我们现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啊 说十一点钟 可能这个夜军活才刚刚开始 那么长期以往呢 实际上对人的身体啊 也是很大的损伤 中国古人认为这个天补 就是人补啊 怎么也补不过天补 你这个吃很多的补品 不如你顺着自然界的规律来生活 那么早晨六点钟呢 是一天的春风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呢 这个春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那你还没有起来工作 如果九点钟你还没有起床 像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啊 生活到一两点钟 然后才去睡觉 早晨九点以后才起床 那相当于你一天啊 没有经过春生的过程 你就直接进入了夏天 那你会感觉怎么样呢 就感觉你整天都没精打采 一天啊 再睡多少觉都补不过来 所以中国古人呢 这个顺应自然的规律来生活 这个在我们最早的 礼记月令天中啊 就有所体现 比如说他说 吃的最健康的食物 是什么食物呢 是当地的 当季的 方圆三十里以内的 这个食物 是最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 中国人讲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天人合一的理念啊 实际上还体现在 天人感应的这个规律上 像我们陈老师拍的 这个和谐拯救危机 里边就谈到了 古代讲的这个鱼寺之理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有它的原理的 它不是一个明信的说法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看一看 这个和谐拯救危机 我从这里边呢 也受到了很多的提防 就是很多啊 大家迷惑不解的问题 那看了这一个电视片 就都容易解决了 第四呢 就是政令和谐 政令和谐 那么中国古代啊 自古以来就提倡 这个国家的法治规章 政治制策 一定要与天道与人道 与历史文化的传统相符合 像在《童子》上呢 就记载着一个故事 叫柯正蒙于虎 这孔子的弟子啊 带着弟子过泰山 从泰山的侧面走过 结果看到一个妇人 哭得很伤心 她就派弟子去问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结果这个妇人就说啊 她说前一年 我的公公被老虎给吃掉了 去年我的丈夫 被老虎给吃掉了 今年啊 我的儿子又被老虎给吃掉了 那这个弟子听了之后就很疑惑 既然这个地方老虎出没得如此厉害 为什么你们不换一个地方呢 结果这个老妇人啊 无可奈何地说 她说啊 因为这个地方 它没有磕正 没有磕虐的政治 所以啊 这个孔子叹了一口气 对弟子们说 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磕正蒙于虎 就说这个磕虐的政治 这比老虎的危害还大 人们惧怕它呀 甚至啊 比老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五个和谐呢 就是结合万方 这个体现在我们 李记李敬天的大同世界上 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的 这个价值观啊 它是以仁爱为核心 而这个仁爱 必须有一个根才能够长养出来 而这个根呢 就是对父母的孝 和对兄弟的友调之心 这个孝气之心 我们能够感念到父母的恩德 感念到父母的不容易 我们才能够推己及人 想想天下的父母啊 都是不容易 所以孝气之心向上提升 才是父爱 那就是我们在论语上所讲的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父爱之心再向上提升 我们不仅对别人要有爱的情感 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要确实地做出行动 给予帮助 所以父爱之心向上提升 那就是互助 那就是孟子上所说的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这个父爱互助之心向上提升 就是我们在大同天上 礼记礼运天上所讲的大同世界 这个大同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他讲的是天下为公 就是天下不是一家人的天下 大家生活在一起 像一家人一样和睦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我们把那些贤德的人 有能力的人选择出来 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政务 讲信修墓 人与人之间讲求信用 墓里友好 这样就可以做到了 故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这样就做到了 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父母亲 奉为父母亲 不仅仅关爱自己的儿子 使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使老年人都能够得到赡养 壮年人都能够为社会所用 幼年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 健康成长 使官宽孤独 废弃者皆有所养 就是使那些老弱病残 需要帮助的人 都能够得到帮助和赡养 那么这样一个大同世界 其实仍然是我们现在 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论川地震之后 我们看到 全国上下这种强烈的反响 这种迅速的反应 我们就知道 虽然传统文化 我们在中国已经断了好几代 没有人再出来宣讲 但是这种仁爱之心 实际上深深地蕴藏在 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心情 深深地埋藏在我们的血液之中 已经和我们融为一起了 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影响下 我们从历史上看 在中国汉代和唐代的时候 中国被誉为华夏之族 礼仪之邦 那很多国外的人呢 都喜欢到中国来朝贡 他们来的时候啊 带了十殿的礼物 中国皇帝啊 看了就很欢喜 就会下令派上派人 给他带上二三十件的礼物 还回去 也就是说啊 一定要比送来的礼物啊 重上一倍以上 这也是体现了中国古人 人心的厚道 就是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 所以当时很多的这个外族啊 都很喜欢到中国来朝贡 那么他们来到中国一看 中国确实不愧为礼仪之邦的称号 人与人之间相处啊 都是彬彬有礼 文质彬彬啊 所以他们回去啊 向自己的国王 自己的这个皇帝啊 来报报 所以很多的领导者 都把中国当时的皇帝 奉为天赫汗 什么是天赫汗呢 就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 我们看这个天赫汗的称号 不是中国的皇帝 凭着武力的强大 四处征讨别的国家 让别的国家 给我们的一个封号 而是这些人 看到中国治理的如此之好 不愧为礼仪之邦的封号 他们心悦诚服 心甘情愿的 要接受中国人的领导 所以啊 现在中国经济发达了 很多的人 很多的外国人 不了解中国的文化 他们就宣扬了 中国威胁论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们 以小人之心 所君子之术 他们知道 中国如果 有这样的文化 他们就不会提出 这样的口号了 我们看啊 在明朝的时候 明朝政河下西啊 也是在中国实力 非常鼎盛的时期 它带着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建税 它的建啊 最长的是啊 相当于今天 太和殿的两倍之长 人口人数最多的时候呢 是两万八千多人 带着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建队 到达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但是它每到一地 带给那里的人们的 是茶叶 是丝绸 是先进的道传术和道指数 而没有因此而侵占别的国家 一寸一尺的土地 所以直到今天啊 政河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 还受到了尊重和敬仰 中国的文化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自己 而且也影响到世界 在日本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 日本的企业之父和日本的金融之王的色泽荣衣 他就是一手执论语 一手执钻坛 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的企业经营之风 这也为我们在看到了儒家文化 在现代社会的重道第一 在当代啊 新加坡政府更是兼收并聚 在加强法治教育的同时 特别重视儒家伦理教育的推广 这就使得新加坡 在取得了西方经济发展 科技发达的同时 却没有出现像西方国家 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和道德危机 并且成为当今世界上 治安最好的国家 那么如今呢 在我们祖国 在如江县的汤池镇 也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愿者 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无私无求地来到这个小镇 致力以中华文化构建和洁汤池 那么这个中心啊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 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自己啊 能够身体进行 那么改变了风气 那么让世界也引起了注目 到世界联合国的 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 汇报了他们成功的经验 那么如今呢 他们也 也无私无求地把这个试验做好了呢 那么是功成而退 像他们讲的幸福人生讲座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 可能都去参加过 那么确实是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那么在如江中心的影响下 海南省的司法厅和海南省的监狱管理局 也把这个地址规的教学和传统文化的教育 引入到服刑人员的管理之中 结果也没有想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像有的这些执行人员啊 以前拿起电话给父母说什么呢 拿起电话就说啊 上次你寄给我的钱太少了 下次多寄一点给我 说完了就把这个电话给料了 他们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之所以啊 能够入狱 是因为这个父母 没有给自己拖关系走后门 最后啊 自己锅铛入狱 所以对父母都是怨恨之心 那学了这主规之后啊 他们知道 这个得有伤 疑亲修 自己住的是有形的牢狱 而父母家人过的是无形的牢狱 承受着很多的精神上的痛苦 那么升起了忏悔之心 下一次再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了 拿起电话来就先问爸爸妈妈最近好吗 那有的服刑人员父母来探望啊 是跪在地上和父母忏悔 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功啊 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些领导者 能够啊 身体力行 率先来参加幸福人生讲座 回去之后呢 是从我领导做起 从民警做起 来感化了这些服刑人员 那如今我们一些很多啊 有远见着实的企业领导者 也把这个传统文化呢 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中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要和我们分享的 菲尼克斯电器中国公司的李总裁 还有南京居美新家居有限公司的叶总和刘总 还有啊 昨天给我们分享过的 北京汇通汇利技术有限公司的吴总 还有北京金沙院参与管理有限公司的廖总 叶总 他们今天啊 也来到会场 还有就是我们青岛大洲运作用品有限公司的刘总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从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中啊 可以给我们树立一种信心 那就是这个传统文化可以把我们企业构建成一个和谐的企业 这个企业啊 可以成为现代传统文化继续传播的一个载体 那么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啊 台书学浅也是孤陋广人 其实啊 在青岛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很多这样的团体都在从事着类似的工作 那么像我们今天啊 能够参加这一档一个培训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企业家在默默的付出 像我们接送老师的 接送这些学员的这些人呢 都是由企业家来构成的义工团队 他们都是某一个企业的老板来做义务的 来接送老师的工作 还有我们啊 还有我们菲尼特斯公司的这个公关部的经理 在很早以前知道有这个事情啊 就赶过来帮忙 还有像居美金的叶总和刘总 他们啊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会啊 也派出了员工来加以支持 那么还有很多人都是在默默无闻地付出 所以每一次我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其实我都是从这些老师啊 这些服务老师的身上看到了很多 学到了很多 这是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很多的老师啊 他们从这个知道要办这个活动开始 就是从早忙到晚 通常都是两三点钟还没有入睡 那么这个活动的成就 确实啊归功于很多默默无闻的人 那这是我们讲到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 那就是他讲到了身经和谐 讲到了人际和谐 讲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也讲到了正定的和谐 也讲到了结合万方 那么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上 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传统文化的力量 那我们也加强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信心 那么第三一个问题啊 我们讲一讲中华文化 对于我们当前道德教育的启示 那我们现在呢 国家也很重视加强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也加强了这个文化建设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所从事的思想道德建设 却没有深入人心 而我们像今天的这样的讲座 却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而且很多人愿意来参加呢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虚心的 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 来借鉴道德教育的经验 使我们的道德教育啊 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遵循道德教育的规律 所以啊 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那么总结传统文化教育的经验 我们可以知道 进行道德教育啊 我们可以掌握这样的规律 第一就是要明确道德教育的目标 早在理系学际上 我们提出了建国军女 教学为先的理念 无论是建立一个国家 还是建立一个企业 都应该把教育作为是最根本的 那么什么是教呢 同样是在理系学际上 他告诉我们 教也者 掌善而救其失者也 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使人们善良的方面得以增长 另一个呢 就是使人们的过失得以挽救 这是教育的两大核心和主轴 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教育 那么在这个教育之中啊 更重视的是 技术技能的培养 知识的灌输 而忽视了人格的教育 所以这个教育的核心和基础被忽视了 第二呢 就是要注意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 这个道德教育也是有次序的 大学上有句话说 之所先后可进道义 如果这个先后次序给搞颠倒了 这个教育也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那么教育应该从哪儿交起呢 这几天我们学习之后都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摆善教为天 在三字经上 他就给我们非常简练的概括出来 说守孝悸 四件文 就是说教育应该培养人的孝悸之心 然后才去给他换出知识和技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对父母 两辈 朋友 千功有礼的态度没有树立起来 就让他学习了很多知识和技能的东西 那他学得越多是越骄傲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幸福人生讲座呢 蔡老师讲到一个例子 说一个小女孩对英女学得很好 结果呢 她的母亲也很骄傲 带着她呢 去见她的姥姥 见了姥姥之后啊 就称赞她 说这个孩子很聪明 学英语啊 记了很多单词 有些你考考她 结果这个姥姥就问 她说这个桌子怎么说 她说叫table 她说这个书本怎么说 她说叫布 问了她很多 她都对答如流 确实觉得不错 结果这个小女孩突然一讲 要问一问 这个伞怎么说 说姥姥姥的 这个伞怎么说呀 结果她的姥姥啊 也没有学过英语 自然呢 就回答不出来 结果没想到啊 这个小女孩 当着很多人的面 毫不客气地说 说姥姥宝了 你可真是个白痴啊 那么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都不觉得 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 我们把教育的次序 给搞颠倒了 就是说我们没有 从教育之心 培养起这个孩子 对父母 对父母 对长辈 对朋友的公敬之心 亲戚之心 就让他学了很多知识 和技能的东西 那么他学的越多啊 就是越骄傲 越不把别人呢 放在别人 而这样的一个人 实际上已经是无形之中 为自己的人生 设置了很多的障碍 我们知道啊 这个老师 他再有水平 再有诀问 他都不可能 把他传达给那些 不能受教的孩子 而那个长官呢 他也喜欢那些 比较听话的 恭敬的 顺从的孩子 他喜欢提法这样的人 一个人如果傲慢无理啊 处处以自我为中心 那么他实际上是 给自己的人生 设置了很多的障碍 他的人生啊 就会不是很幸福美满 中国人讲 反善教为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培养起来的 是一个人恩义 情义和道义的处施原则 一个人恩义 情义 道义的处施原则 没有树立起来 他不会什么原则都没有 取而代之的 就是一种以功力 为取舍的 这种做事原则 也就是说 这件事对我有利 我就会全力以赴 当这件事 游历变成害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做出 忘恩 负义的事情来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的社会现象 其实都是和这个 教系之金 这个根本缺失啊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很多的大学生 接受了别人的资助 而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这个很多的人 都去寻找原因 说制度上的问题啊 等等 其实啊 这个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现在的孩子 已经不懂得 报恩父母 我们想啊 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 我们都不能够 记在心上 想着实时去报答的话 那么对于陌生人的资助 对于政府的关心 又怎么可能 记在心上 想着去报答呢 所以在国外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那就是政府啊 对于那些关怀孤独的 对于残疾人 老年人 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但是这些人 是不是就对政府 有感恩之心呢 不仅没有感恩之心 还有很多人呢 做了很多的假证据 伪证 来欺骗政府 以其获得更多的资助 我们说从政府的角度上来 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被资助的人 也是这样认为 不对政府 有感恩之心 那就完全不对了 那么这一点 其实我们从这里对比 我们感觉到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 它是最好领导的 上一次我们在 十七大之前 去搞调研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了东北 当时这个 这个 这个李克强啊 还在那儿做 辽宁的省委书记 那么他就介绍我们去 考察一下 主顺呢 这个彭户区的改造情况 结果我们去了之后啊 这些老百姓 真的是感恩待着 这个政府啊 就是给他们付出了一点点 他们呢 就记在心上 就是写了很多的诗 来回报啊 就赞美政府 对他们做的这件事 实际上我们的校长说啊 他说不是我们 你们应该感谢我们 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啊 实际上这些问题 早就应该解决了 我们啊 现在才解决 是我们对不起你们 但是这些老百姓呢 觉得这个政府 能够这样做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表示感谢 所以从这个对比之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 这两种文化 体运作从 这个教导出来的百姓啊 它也是不一样的 再有一个这个文章 叫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就告诉我们啊 要注意啊 去关心自己的父母 这个文章啊 这样写到 他说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 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 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妈妈的厨房 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家中的碗筷 好像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 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母亲主的菜 太险 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 关网私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 不再是习惯时 就像他们不再想要 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 清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爱吃煮的烂烂菜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过马路 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老是咳个不停 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痒 那是婚宴神经老化的现象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 我要告诉你 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 器官已经退化到 需要别人照料了 如果你不能照料 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 并请你 请你千万千万要常常盼望 不要让他们觉得被离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 父母比我们先老 我们要用角色复患的心情 去照料他 才会有耐心 才不会有怨言 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为人子女要警觉 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 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 如果房间有异味 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 请不要嫌他糟或嫌他臭 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 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 请触控定期帮他们洗身体 因为纵使他们自己洗 也可能洗不干净 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 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小适当 容易咀嚼的一小碗 因为他们不爱吃 可能是牙齿咬不动的 从我们出生开始 胃乃患尿布 生病时不免不休的照料 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 供给读书 吃喝玩乐和补习 关心的行动永远都不停歇 如果有一天 他们真的动不了了 角色复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 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 孝顺要及时 树欲静而丰富止 子欲养而亲不带 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这个文章写得非常感人 确实我相信也是这个人 他自己一个人生的体验 当我第一次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的眼泪也是不由自主地流出来 那我在第一次念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也看到这个李总 他在不停地擦眼泪 然后我们的廖总 这个眼里也泛了泪花 那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的人 就是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确实我们因为自己工作的忙碌 那父母很多的需要 都被我们给忽视了 父母已经渐渐地老了 而我们还在忙忙碌路 没有能够给他们适时的关注心 所以从教心开始 确实可以培养起一个人的感恩之心 所以摆善教为先 这个是我们道德教育的基础 那么第三一点 就是要强调正体化人 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 我们看到这些企业 无论是刘总的企业 李总的企业 还是叶总 刘总的企业 还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之所以能做得好 那都是因为领导者 他确实秉持了正体化人的理念 像上次刘总在南京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 他这个企业之中写的几个字 叫正体化人 沉静天河 他说这几个字 他不是给别人看的 是给我自己看的 每一天我走过这个地方 都要提醒自己 那么中国古代的人说 这个教是什么呢 它是上所师 下所教 也就是上面怎么做的 下面跟着怎么去笑话 就起到了教育的效果 而这个上在家里是家长 在学校里是老师 在一个国家就是领导者 所以这个孔子啊 他特别强调了 这个领导者 他的身体力 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软化作用 他说 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 地也 也就是说领导者的德行 像风一样 这个一般百姓的德行 员工的德行 像草一样 这个风向哪边吹啊 这个草就向哪边倒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孩子啊 不好教 你看看他自我忠心很严重 小皇帝 小公主的脾气很厉害 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 那么这些啊 都是结果 原因在哪里呢 那蔡老师讲课中 也是一语重地 他说让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吃团圆饭 这个桌子上 有这个孩子 有孩子的父母 也有孩子的祖父母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做父母的 夹起菜来 把它放在了谁的碗里呢 我们很多的家长 都是毫不犹豫 不由自主的 夹起菜就往孩子的碗里放 那么他的奶奶啊 爷爷啊 看到这个情形 也会啊 夹起菜往孩子的碗里放 结果这个孩子 碗里放了很多的菜 他的第一反应啊 就是不想吃 就是厌食 因为这么多人 都逼着我吃饭 而从这个小小的动作中 我们来观察 这一家谁是核心呢 孩子是核心 所以小公主 小皇帝啊 就自然养成了 所以我们说 没有人生来 是小公主 小皇帝的 都是我们大人呢 不会教 把他给教成了 小公主 小皇帝 而这个教呢 绝对不是说教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这个孩子 说都说不听 这个话就很有味道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在说他 而没有去把正确地 给他表演出来 所以古人说 言教者送 这个真教者从 就是言教 我们都是用语言来教导他们 结果他们就给你 起征诵 起征执 说你都没有做到 你怎么还能说我呢 他就很不服气 所以地主规上也说 是不忍 心不忍 理不忍 方无言 那当我们把正确地 在生活中给他表演出来 他就会自己啊 去跟着效果 所以在这个中央 在电视台上 有一个广告 我觉得做得很好 那就是啊 妈妈请洗脚 这个母亲呢 每天工作很劳累 回到家里 她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给她的婆婆或者母亲啊 倒一个洗脚水送到那里 那她的儿子 她从来没有教导她儿子啊 要孝敬父母 结果她儿子看久了 结果呢 有一天也是晃晃悠悠啊 给她抓了一盆 洗脚水 向她来洗脚 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 教育的方法 绝对不是说教 确实是上所识 下所教 那么我们中国古人 对于领导者啊 都非常的尊敬 像这个孟子上说 决一 耻一 得一 让我们尊敬领导者 尊敬那些上了年纪的人 尊敬有道德的人 那为什么中国古人 对于领导者 如此的敬重呢 其实这不是一种官本位 而是什么呢 因为古代的领导者 他们读书 做官啊 念念都是以天下的云云 苍生为体验 他读书的目的啊 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而是想着如何去回馈社会 造福人民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范仲淹 他有一次啊 小的时候读书 累了就出来玩 碰到了一个算命先生 他也很好奇 他就问 他说你会看命 你帮我看一看 我以后啊 读书能不能做到宰酱 结果这个小小的范仲淹啊 年纪轻轻 一出口就要做到宰酱 把这个算命先生啊 也吓了一大跳 他说啊 你为什么年纪轻轻 就口出狂言 一出口就做到宰酱啊 结果被这个算命先生一问 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于是啊 他就改口说 那您再帮我看一看 我以后能不能做一个好的医生呢 这个梁酱和梁医啊 在这个算命先生看起来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 于是就问他 为什么你读书 只想做到宰酱和医生呢 结果没有想到 当时年纪小小的范仲淹 就这样回答说 他说 唯有梁酱和梁医 可以救人 可以帮助别人 那这样的话 从年纪小小的范仲淹 头里出了出来 让这位算命先生 非常的感动 他说 你有这样的存心 这就是一个宰酱的存心 你以后做官 一定能够做到宰酱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范仲淹以后做官啊 他也的确啊 做到了宰酱 因为他有那种 为天下云云苍生 而着想的存心 那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的周总敏 他在小的时候啊 上学 有一次老师就问他 你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兰 就灰笔写下了 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几个大夫 所以啊 我们觉得这些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宰酱 能够做到总理 绝对不是偶然的 确实是因为他们有那种 为天下云云苍生 而着想的存心 那么在改革开放以来啊 我们很多的领导者 世界观 人生观啊 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很多人把自己的 这个官位 作为自己升官 发财的一种手段 不惜啊 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 甚至啊 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那么这些人 恰恰是忘记了 中国古先的教诲 说欲持身冤 就是当我们面临 欲望和利益的诱惑的时候啊 其实自己不过是 站在悬崖的根底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一不小心 一脚踏定了这个悬崖 我们还想后悔 还想翻过身来 还可不可能呢 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中国人说啊 一失足而成天主恨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古人也教导我们啊 在面临这个 欲望和利益诱惑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态度呢 应该是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搏兵 而且应该啊 知道立明于一世 而失之仅倾刻 就是我们今天啊 能够做到这个领导的位置上 我们从小学上 中学上 高中上 大学 经历了 知道多少的努力 最后啊 终于小有成就 取得了一个位置 做到了一个 这个受到人们尊敬的职位上 确实是立明于一世 但是失之仅倾刻 如果我们一个不小心 把持不住自己 受到了诱惑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功名富贵啊 确实啊 就一眨眼就失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景涛总书记啊 提出了八人八尺的容辱官 也是为我们的领导干部 提供了一面 可以对照检查自己的境遇 我们读书做官 是为了升官发财 还是为了道夫社会 回馈人民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应该树立一起 一种啊 以服务人民为荣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娇奢引义为持的容辱官 把树立正确的容辱官和权力官 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看啊 中国古代教育的规律 教育的方法 其实就在这一个娇字上 完全体现出来了 这个娇字 左边是一个孝字 告诉我们要从孝着手 那怎么教孝呢 上面一个叉叉 下面一个叉叉 上面是父母 是老师 下面呢 是孩子 这个上面怎么做 下面跟着孝宝 那么右边呢 是一个树枝 然后一个手 也就是说 你需要 拿这个树枝 不断地去提醒他 不断地去引导他 所以中国古人说 爱之不以道 是足以害之也 如果我们爱孩子 但是用的不是正确的方法 他需要什么 我们就满足什么 这叫爱之不以道 爱之不以道 结果是足以害之也 确实啊 却把这个孩子给害了 第四一点 就是要把道德教育 视为一个由家属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和宗教教育等 构成了一个处达的体系 我们说啊 道德教育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在家里 要有父母来教导 家庭教育 它是道德教育的开始 所以我们看 中国自古以来 就重视家庭教育 从文王开始啊 文王的母亲 在怀孕的时候 她就很重视胎教 做到了目不时恶色 耳不听吟声 口不出傲言 也就是说啊 她在怀孕文王的时候 这个不好看的颜色 她都不去看 这些吟词歌舞 都避免不去观听 口里讲着的是很温和的话 傲慢的言语都没有 更何况是骂人的 正是因为文王的母亲 她是一位圣人 所以她教导的这个儿子啊 也是一位圣人 所以中国古代重视教育 是始从开教到中的时候呢 是圣宗追远 这个教育是贯穿始终的过程 所以中国古人特别重视祭祀祖先 其实他也不是明镜 而是一种教育 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都要宣讲祖宗的德行 看看他做了哪些为国家 为人民有利益的事 有哪些德行 值得我们学习和教好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机会教育的场合 学校教育 它是教育的连续 学校教育的内容 主要就是教敬父母 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呢 把教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会尊师呢 因为老师教导孩子要孝敬父母 所以我们在图里上看得特别明显 这个孩子二十岁行惯理 就是行成人理 这个时候呢 他的平辈啊 要送给他一个字 表示对他的尊敬 同时以后啊 他的一些朋友啊 兄弟姐妹啊 父母叔叔伯伯啊 都要称他的字 表示对他的尊敬 只有他的父母 还有他的老师可以一生称他的名 这就表达了老师的恩德 和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 那么在丧礼之中 这个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 老师去世呢 也要守心丧三年 虽然不用穿教头啊 但要在心里感念老师的恩德 实时记起老师的教诲 那皇帝啊 他平时都是面殿群臣 面南辈北 接见群臣的时候 都是君臣之礼 只有他在接见老师的时候啊 不能以君臣之礼来接见 必须啊 是以主兵之礼来接见 就是皇帝啊 站在中边 老师啊 站在西面 这样呢 这个表达了对老师的 一个尊重 所以我们看啊 中国古人 这个老师 起到了教育的重要的作用 那老师教导孩子孝敬父母 他的内容也很广泛 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 而且要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在孔子的时候啊 就有个弟子问 说什么是孝 这个孔老夫子就说 今之孝者 视为能样 至于全网 皆能有养 不敬 可以别乎 说现在的所谓孝子 认为能善养父母 就尽到了孝道 但是对于养狗养马而言 也同样是养 如果我们仅仅是 善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 那么怎么样能够把养父母 和养狗养马区别开来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 从内心表达出 对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之情 那养父母之心的第二个 就是不能让父母担忧 也就是说 要做到父母为其籍之忧 也就是你的父母 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 完全没有必要 为你的其他任何事情而担忧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效果 比如说啊 我们来到学校学习 功课不好 父母会担忧 这就是不效 和同学不能相处 让父母担忧 这还是不效 走上工作岗位 和同僚不能相处 长官招给我们的任务 不能够很好的完成 还会让父母担忧 这都是不效 更何况是打架斗勾 这些不学无数的事情呢 所以啊 我们从这里观察 一个真正的效果 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 所以中国古人讲 求生辰与效果之门 这句话经常受到别人的批判 实际上它是有很深刻的内谈的 而这种卷拔人才的方式啊 在日本的很多企业啊 仍然在沿用 就是说当这个人 要从一般的普通员工 升为一个中级主管的时候 那就要到他的家里看一看 他的父母对他满不满意 他是不是一个效果 因为他是一个效果 才会对这个公司啊 来尽忠 还有啊 要养父母之志 也就是说 父母亲养育我们 教育我们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 对社会有所贡献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学识 为社会大众啊 做出一个贡献 也是养父母之志 所以这几个层次啊 确实是一个层次 比一个层次高 因为我们每次看到 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温总理啊 他可能都是在这个工地上 都是可能是在农民的家里 去探望这些员工啊 他没有陪在母亲的旁边 那我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温总理不是一个教子呢 其实不会啊 他的母亲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儿子啊 而感到高兴 感到骄傲 他觉得啊 他能够为人民 做出很多的贡献 他呢 就非常的心满意足 所以啊 这个校庭上也讲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 孝之中也 这个是更上层的教训 那么社会教育呢 实际上也是 道德教育的拓展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 无论是诗词歌舞戏剧小说 实际上都是 顶持了孔老夫子的一个理念 那就叫私无邪 也就是要使人们的 这些思想没有邪主义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诗词歌舞戏剧 都是以弘扬道德 宣讲正气 净化人心为主要的内容 昨天我们听了 敬老师的 这个一风一足 莫善一乐 我们也感受到 这个社会教育 这个音乐啊 诗词歌舞等等 这些教育的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宗教教育 在道德教育中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所有的宗教啊 其实它的核心 都是捐讲仁慈和爱 所以啊 在国外 这个道德教育 其实主要是由宗教 来加以推行和承担的 那我们在美国 在新加坡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频道 他们有专门的 这些频道 来宣讲这个爱的精神 这种仁慈和爱的信仰 这对社会大众啊 也起到了一个 很好的引导作用 那么所有的宗教 实际上它的理念 都是共同的 那就是诸恶恶作 众善奉行 那么谈到这里 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典故 那就是白居翼啊 和鸟科禅师的故事 这个白居翼 他在做杭州派手的时候啊 他就是做杭州市的市长 有一次问到 碰到了问题啊 他也来请教鸟科禅师 因为古代的这些禅师啊 他心里很静 那么对社会的 这些动乱的现象 应该如何解决 他看得很清楚 白居翼呢 他就来请教鸟科禅师 他说啊 这个国教最重要的教诲是什么 结果这个鸟科禅师 就给他回答了两句话 他说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因为这个白居翼 他保持诗书 很有诀问 所以他也有点傲慢 他说啊 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来向您请教 可是你用这么两句简单的话 就把我打发了 所以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三岁小孩都知道 意思说你说得出 恶莫作 众善众敬的道理 连三岁的孩童都知道 那我还为什么来请教您呢 结果这个鸟科禅师啊 也看出这个白居翼 有一些傲慢 于是啊 就跟他说了一句 说八十老翁 做不得 所以说啊 三岁孩童都知道的道理 诸恶莫作 众善奉景 但是到了八十岁的老翁 还不见得 把他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之中呢 那提出了 八荣八始的荣辱观之后 有很多的领导站部啊 就说 他说你看 以热爱祖国为荣 以服务人民为荣 这不是我们一直讲的吗 五讲四美三热爱 我们不都一直这样提吗 这有什么新鲜的 有什么可惜学习的地方呢 如果我们这样想 那就是没有体会到 总书记 他提出八荣八尺的存心 他提出八荣八尺 不是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会说 会背 会讲 而是希望我们把它落实在 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那么在06年啊 首届世界火教论坛大会啊 也在杭州召开 这个论坛的主题 就是和谐世界 重新开始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 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那么从哪做起呢 从每一个人的心做起 因为心静 则国土静 心安 则众生安 心情 则天下情 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啊 也逐渐认识到 宗教教育 在共建和谐社会中的 积极作用 这是我们讲的 第四个 第五一点 就是要重视 要正确认识 道德教育 与制度建设之间 相处相同的关系 我们谈到道德教育 很多人认为 是不是就忽视了 制度建设呢 实际上并非如此 道德教育 恰恰是要通过各种制度 来加以保证和维护的 像我们刚才讲到了 校很重要 那么在汉代开始 我们在人才选拔机制上 就实行了举校联的人才选拔机制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官 负责把这个地方 具有校和联的品质的孩子 举建出来 作为官吏的后务 因为这个孩子校 就能对国家中 一个人联系就能不参 那为了使这种 人才选拔机制 确实使得作用 不是把自己的亲戚 好友给推荐上来 还有一个制度 加以保证 那就是禁险受上赏 避险蒙险路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能够把那些优秀的人才 推举出来 这样的人受到国家最高的赏赐 而这个人 有人 有能力 有德行 却被埋没了 你没有把他体验出来 你这个人呢 也受到国家的制裁 就是通过这样的制度 实际上把这个道德教育 真正的落实到实处 最后一点 那就是要用地子规 培养每一个人 行有不得反求助己的责任意识 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说 行有不得反求助己 但是我们用什么来建立共识呢 其实啊 所有的这些 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的原则 就在这个地子规之中 如果我们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企业 每一个集团 都能够用地子规来学习 作为我们企业的文化 那我们相信啊 这个企业过不了多久 就会走向和谐 那么在这个地子规 看起来 只有1080个字啊 360句 但是实际上 它确实是中国传统 家规 家教 家训 家道的 极大成果 那我们可能读了之后 没有什么感受 我们可以看一看 蔡老师的地子规系讲 那么这个光盘呢 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 我们在每一次讲课的时候呢 我到各地去讲课的时候啊 也会带上这个 蔡老师的系讲地子规 那么很多人呢 在课后啊 看完之后 都会给我打来电话 而在电话里 有的人都是 这个有着哭声啊 他说我们 接触到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晚了 我们的人生啊 走了很多的弯路 如果我们前几年 就能接受这样的孝悔 我相信啊 我们不会犯很多的错误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 这个社会上 比如说我们的电视中 我们的这个企业中 广泛地推行这个地子规系讲 那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和谐啊 其实并不遥远 就像这个独角武化中心 一位老师所讲的 他说其实和谐并不遥远 只要人人都能落实地子规 总之啊 发展中国 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灵 这是我们每一位 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 当时我在英国 看到很多旅居海外的华人 都激动不语 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也相信这一点 但我以为21世纪 它可能不是中国经济 政治和军事的世纪 但它一定是中国文化 得以普遍弘扬的世纪 我们共同携起手来 真正地做到 为天地地心 为生命地命 为往胜祭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为我们的和谍社会构建 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贡献自己的年博之力 相信我们的成功 必将成绩先贤 得批后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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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